好了 十一这个要点 你们说就是经历 这里说经历圣灵的方法 就是我们怎样可以经历圣灵 这个让我们看到圣经的根据 首先四篇三十四篇八节 常常主恩的自慰 便知道祂是美善 意思是说神是可以经历的 可以常常祂的自慰 祂的美善是可以经历的 你越投入祷告 你越经历神的平安 爱 这些都是经历神 第二 平安 很多人祷告就会觉得平安 这是神的同在带来的 然后第三 老骨丹重担可以得安息 就是重担释放了 这些都是恩典 就是说神不是原理我们的 祂很接近我们的 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工作 也可以经历祂的属性 这些都是祂的属性 祂的平安 祂的轻松 都可以经历 这个是不是很美善呢 就是祂的美善 天堂的自慰 我们可以经历 越投入 越经历更多 你用更长的时间多祷告 爱慕神 你会越来越平安 轻松 这个是不是很好的礼物 更新我们的生命 也帮更新别人的生命 怎样更新别人的生命 其实我会讲 怎样为人祷告 帮助他们改变 我自己在1983年开始做墓室 然后1998年 我做了墓室15年 然后有一次有个聚会 圣灵充满了聚会 我当时是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的 当时有人 有一个布道家 为人安守祷告 我就出去接受 然后当他将他的手 放在我的头上的时候 通常是墓室安守在头上 其他信徒你安守在箭头 当他安守我头上的时候 我感受很大的电流 进我的里面 很大的能力 很大的爱 极度的感动 我哭了很长的时间 因为他的圣灵恩高很长 因为我的护照 不需要但是圣灵恩高 如果我的护照 是圣灵恩高的话 我就会整天都去祷告 也找一群人祷告 因为我的护照 很重要是教导训练 主要不是恩高 如果我去恩高的 侍奉的话 我的注意力 会放在恩高这方面 有些是这方面 它是很大的能力 带着很大的能力 我就非常的感动 当时所经历这种爱 是极大极大的爱 我就说 我从来不知道 可以这样经历神 我就被神的爱吸引 我就每一天 用很长的时间祷告 越来越经历 后来我经历喜乐 当我经历喜乐的时候 我心里很渴慕 我非常的渴慕 我非常的可恶 在聚会的时候 我不停地祷告 保持这个喜乐 在回家的路上 在公车上 我还是不停地爱慕神 然后这个喜乐 不停地保持 因为我不要停止 我不要失去这个喜乐 回家之后 也用长的时间祷告 第二天也是这样 每一天都是这样 直到今天 每一天我 那天是喜乐就来 你们也可以的 你们这里 也可能有人 可以经历喜乐的 如果你经历喜乐 你告诉我 我为你按手 帮助你更投入 你可以经历更大的喜乐 然后我就为我的教育 按手 我就发觉 他们很大的改变 有些人哭了很长的时间 很感动 他们说 他们从小被伤害 突然间就被释放 有人得意志 有一次我带领一个智慧 有一个婆婆跳起来说 我的腰骨痛好了 然后另外一个 跳起来说 我的肩膊痛也好了 另外一个 有邪灵要赶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圣灵的工作 这么强烈 基从这个经历之后 我释放很大的改变 就是为人祷告 很大的改变 另外 神给我很多教导 就好像 神与我沟通 告诉我怎样去教导 也看到神的美善 因为我经历过他的爱 所以我很相信 也经历过他的爱 所以我很相信他的爱 很喜悦他的爱 当我越喜悦他的爱 我从经文就看到他的爱 他的恩典 你的师父也可以很大的改变 但这个需要时间去建立的 你每次祷告 你发觉 平安 清宗 后面第四点 圣灵将神的爱 照灌在我们心里 就是你经历爱 你感受爱 其实你想着神的爱 神就爱着我 一般想着神的爱 你也可以感受神的爱的 然后第五 以赛数六十一章一句三节 医好伤心的人 被掳得得释放 喜乐由代替悲哀 这是可以心灵意志 很多人忧伤的 忧伤的 这次祷告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有些也是 有忧伤的意志 也有感动 神的爱的感动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越投入一群人 越投入祷告 神的同在越强烈 所以你回到你的地方 你找一些人去 愿意与你一起投入祷告的 你用更长的时间 也留意神的同在 留意神的强烈的同在 越投入越强烈 当你感受这个力量摇动你 当你感受很平安 很轻松 越来越喜乐 圣灵的恩告就加强 每一天这样做 你为人祷告 或者是带领聚会 不但去讲道理 而是带领他们一起 爱慕神 神的同在加强 这样的话 祷告 马上人可以经历圣灵 这里所说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 经历神的同在 然后第六 可以手按病人 病人就会好了 奉耶稣的名 要赶鬼 然后第七 这是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去住 这是整个生命 身体平安 心灵喜乐 肉身也舒服 刚才祷告 刚才祷告有谁觉得身体舒服 心飘飘的 有谁觉得这样的 举手 你会觉得很舒服的 很轻很轻的 这个也是肉身安然 安然去住 感受平安的 请你举手 爱的 感受爱的 有谁 有感受爱的 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你们知道 原来神可以尽力 你就更进入神的同在 这样的话 你就带着神的同在 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 撒乌尔 他有一群先知门徒跟随他 在撒乌尔记上 十章和十九章 讲到一群人跟他一起祷告 然后扫罗去到他们中间 就马上受感说话 这个就是神强烈的同在 还有摩西 他祷告 马上神的荣光就降临了 我们看到大卫 神指示他圣殿的模式 这是他祷告的时候 进入神的启示的领域 知道将来圣殿 是怎样建造 他也经历到耶稣丁实际上 他用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练就 他去经历耶稣丁实际上 这个是经历神强烈的同在 在新约圣灵的时候 新约教会 祷告 投入祷告 也有圣灵 强烈的同在 门徒为人祷告 依据 释放 这个就是 圣经里面的模式 但很多人 就 因为长大 去在传统的教会 就觉得 新耶稣就是听到 新耶稣就是听到 没有 没有想到 圣经里面的神迹 是今天可以 经历的 所以就 很多人就 没有进入 也不懂得怎样进入 因为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敬拜 没有整个心灵 爱慕神 只是头脑敬拜 口敬拜 没有整个心灵敬拜 整个心灵敬拜 所以带领敬拜的时候 不但去唱歌 我看到很多地方 带领敬拜是怎么样 唱人一首歌 就唱另外一首 唱啊 唱啊 不代表圣灵充满的 必定带领人去 爱慕神 享受神 相信神在爱我们 好的 然后第八 以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可以帮我们睡觉更好 也有能力 圣灵的能力 降临在你们身上 第十 讲到 在圣灵同在 人可以扑倒 其实原文不是扑倒 是跌倒 约翰跟扫罗 他见到荣耀的耶稣 就跌倒 你们不是这么强力 就摇动 越投入 摇动越强力 这个就是圣经的根据 好了 然后 关于圣灵充满 有没有人有问题 因为可能有些人 不明白 或者是不接受的 可以说出来 好了 我们现在讲十二 十二要点 圣灵充满和神迹性 恩赐的圣经根据 因为有些人说 现在没有神迹了 那我们看一看 圣经怎样说 马口福音十六章十五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上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所以这个是传福音的时候 信的人必有神迹 谁就是他们 就是奉文明赶鬼 说信放人 少人拿水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少完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所以这里说的 就是当福音传到 给万民的时候 在传福音给万民的时候 信人都有神迹使用他们 所以这是第一个圣经的根据 而且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 用神迹使用正式所传的道 这是神迹是证明 神的道的真实性 让人看到神是真实的 所以神迹不是目的 目的 是证实神的道 神 人就相信 就跟从神 信靠神 让他们记忆神 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传道的方法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例子 就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点 《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教官 凡有血气的 你们儿女要说预言 少人见异象 老人做异梦 我要将我的灵教官 我的仆人和徐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这里我们看到 神的恩典 祂要将我的灵教官 凡有血气的 祂的心意 祂要赐给我们这些恩赐 能力 这个是神的心意 这是恩典 祂去帮助我们的 陪伴我们的 祂不是叫我们去传福音 祂去陪着我们 将能力赐给我们 我希望你们可慕 你可慕的话 你的侍奉就很大的改变 我自己的侍奉 自从我经历圣灵之后 比以前强很多很多倍 以前我做务事的时候 就好像 就是讲到 教圣经 但我看到人的改变不大 总是不大的改变 但当他们经历圣灵之后 他们就很兴奋 也很得安慰 有喜乐 他们经历到神的真实性 对神的心就很强了 在我经历圣灵的教会 我兴起 差不多十个人进入侍奉 传职的侍奉 有宣教室 牧室 传道 就是经历圣灵 整个教会就改变 我希望你们都会这样 渴慕 就好像刚才这样 按手祷告 但首先你多一起祷告 几个人一起祷告 力量就加强了 好了 所以这个经文 《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 所说的 就是在五神节开始 后面的经文 我们要写下来 就是讲到 在神主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有没有记得这个经文 这是在五神节开始 直到神大而明显的日子 也就是末日的之前 神都要赐给人 有这个欲言 欲笑 欲梦 我在我的群体 和我接触的人中 有不同的人 现在都见到 末日的欲笑 也有人他们的恩赐 我经历过 见过不同人 有很强烈的欲言的恩赐 但我 我会这样说的 不要听到 某人说 他有欲言的恩赐 就马上相信 因为有些人 不是真的有这个恩赐的 但的确有人有这个恩赐 我曾经有一期聚会 有一个人 就走过来对我说 聚会我 最后我想为你祷告 他不认识我的 然后他祷告之后 他说你现在面对很大的冲击 当时我是 因为我在传统的教会 经历圣灵 被教会 不是我的教会 是某些人攻击 当时我也是教神学的 被神学院有人攻击 因为他们不接受 这是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他带领聚会 为很多人祷告 每个人祷告就是 两三分钟 他为我祷告 就马上说 有一群一群人在攻击你 他们都不认识我的 结果就是 神可以使用人 我有两个情况 有人为我 有一个人有去聚会 他在台上 我在台下 然后他挤着我 说你出来 然后他告诉我 你将来会去列国 我当时来说 是觉得不可能的 但很多年之后 我真的有机会去列国 这个是去 我曾经去十五个国家 这是神为我预备的 但当时已经有人看到 这个我希望你们都看到 这个世界的确有预言 但有些人的预言 是不准确的 所以这个需要操练 需要分辨 好了 然后第三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至十节 讲出这些暗刺 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信心医病的暗刺 行义能 作先居 辨别诸灵 说方言 方方言 保罗 保罗讲出这些暗刺 并没有说有一天会停止 所以这些暗刺 今天还在 他没有说 你快看要用 将来没有了 有些人 有没有听过这个暗刺 宗旨论 有没有听过 他们说现在就没有了 以前有 现在没有了 但保罗讲出这些暗刺 他没有说将来会停止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会更多亲近神 神的暗刺就会临到你身上 这个知识的言语 有些人会这样的 我也很祷告 就感受这个人有某些问题 困难或者是疾病 这个就是神的暗刺 让他知道别人的事情 这个是领悟 是神的恩典 他与我们沟通 他我们立即行事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他在我们里面运行 这个是很大的礼物 好了 第十四 如何其实被圣灵充满 如何保持圣灵充满 第一 悔改 憎恨罪离开罪 这个很重要 有些人总是悔改 但没有离开罪 为什么离开罪了 因为罪必有破坏性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犯罪必有破坏性 这是 你自己犯罪 没有影响 影响别人 你自己就是烦恼 也有破坏性 烦恼有什么破坏性呢 你每天烦恼 你就没有力量 你不会有喜乐 你不会有力量 你的生命就破坏 这个已经破坏你的生命了 也破坏你与人的关系 因为你烦恼 你就不能与人有好的关系 你与神也不会有好的关系 任何 不是出于信心 就是罪 烦恼是罪 担心是罪 人会担心 但马上我们就处理了 不是能够赠从神的 不能爱神 尽信爱神 爱人如己 都是罪 但我们有罪 马上就处理了 有罪的意念 马上 很重要 处理罪方法是怎么样 你留意 你留意 里面有罪的意念 你留意 你里面有罪的意念 马上就说 这个罪必有破坏性 神给我这个得胜五部曲 得胜五部曲 在 在第十点 最后一点 第二 第十点 第十点 不是许八 第十 十点 如何胜过罪 第二点 得胜五部曲 第一 留意到你有罪的意念 第二 深信 罪必有破坏性 必有破坏性 第三 圣经吩咐我做什么 第四 祷告求神圣免 和祭我们力量 第五 选择圣服 我用 我用例子 你们 我再说一说 这个得胜三部曲 是简单的 留意罪 祷告 选择圣服 好了 你看着我 我形容出来 例如 你烦恼 你离于自己烦恼了 你知道这个罪有破坏性 任何罪都有破坏性 什么负面思想都有破坏性 你就 用圣经的观念 取代烦恼的观念 烦恼 为什么烦恼呢 有麻烦呢 人不好了 情况不好了 我们就担心 但你说 圣经说 神的确是帮助我们的 神在我前后 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神必定 祝福爱他的人了 神为爱的人 预备 眼睛未成 看见的 恩典了 所以我就相信 我不需要烦恼 神必定帮助的 我们需要 说服自己 我不需要 烦恼的 我可以感恩的 我可以享受神的 我可以感激神的 那我们就会 就能够选择 选择 不烦恼 选择信靠神的美善 感恩 我现在做什么 神都喜悦 所以我可以开心 我尊重神就喜悦 现在有烦恼 但我现在靠主处理 神就喜悦 你心里很烦恼 你就说 现在求神先帮助我 你相信神真的帮助你 你再信靠神 神就喜悦 我就可以开心 任何的罪 有这个罪的意念 不喜欢某一个人 怎样处理了 所有的罪 我们都用 圣经不同的观念处理 如果我们不喜欢 某一个人 我们就说 我不喜欢他 必有破坏性 必有破坏性 必定影响我的生命 神就不喜悦我 就会破坏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也不能发挥 我就浪费我的生命 你就问自己 我要不要浪费我的生命 我不要 我就选择 祝福他 虽然他有问题 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他有问题 是他的问题 我就选择 找方法去祝福他 这样的话 看我看我 这样的话 我选择 算待他 不理会他的问题 但我会找方法 去帮助他 但有些人 不愿意接受帮助 我不需要被他影响 有些人愿意接受帮助 我就 柔和地帮助他 但有些人不愿意 接受帮助 我不需要被负担心 这样我就马上处理 这个对人的 负面的看法 你愿意吗 你这样做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要被圣灵充满 必定要处理罪 离开罪 离开罪的秘诀是 憎恨罪 罪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那我们怎样 鼓励人处理罪了 离开罪了 我们 其实有四点 四点 在材料中有 但现在看着我 放在记忆里就可以了 四点 很简单的 第一 神很爱 我们每个人 第二 神有大能 他凡事都能 第四 亲近神 遵从神 侍奉神 必定蒙福 神必定祝福 第四 不遵从神 犯罪 必有破坏性 很简单的 跟我说一次 神很爱我们 每一个人 神有大能 能够帮助每一个人 亲近神 遵从神 侍奉神 必定蒙福 不遵从神 犯罪 必有破坏性 那你想什么呢 爱神 是的 你想祝福 还是浪费生命 你想祝福的话 你就亲近神 遵从神 你整个生命就提升 是不是很简单的动力 这是 整个生命就提升 我感谢神 这是我现在的情况 神为我开路 我看到经文 都看到神的美善 我看到 神真的很有帮助 凡事都有帮助 我就凡事遵从神 有什么罪 我马上处理 当我处理的时候 我的里面就很平安 就充满 轻松 也有力量 也享受生命 也享受事奉 整个生命蒙福 看这里 整个生命蒙福 这样是不是很好啊 这个就是我的动力 我不要被罪影响 任何罪 我现在讲一点 关于年轻人 最容易被影响的 年轻人很想找到配偶 没有找到的时候 心里很着急 很不开心 有些时候 看到有人对自己有兴趣 马上就回应了 就觉得 哇 这个是最好的 我生命中最好的 就是认识这个 另外一个异性 他就好 对我好 就觉得 哇 这个非常好 就忘记所有的教导 虽然这个人不信耶稣 或者这个人 生命有问题 都不理会 有没有见过这个情况啊 在恋爱的时候 什么教导都忘记了 他们以为这样就蒙福 但其实很快会发觉 在恋爱的时候 很快的发觉 恋爱必定有很多困难 必定要有爱心 才有幸福的关系 但很多恋爱就很失望 很多痛苦 很多伤害 有没有见过啊 因为男女不同 男女不同 这个是另外一个大的主题 我现在不讲 男女不同 所以 为什么 夫妻关系这么困难 因为女性 很想 有人关心她 爱她 看重她 男性 只是想做事情 男性追求女性 是一个事业 你听清楚啊 她要成就一个事情 我要找到一个太太 或者找到一个女朋友 她是一个事情 女性 找男朋友 去找一个倚靠 一位爱他人 所以当恋爱的时候 起初的时候 男性对女性很好 为什么呢 她要追到这个女性 她就用各样的方法 所有的关心 尽量 尽量去帮 爱她 为什么呢 需要得到 追求这个女性的目的 得到了 就所有都忘记 你有没有发觉 在你的婚姻是这样啊 最后就忘记了 所以 婚姻要好 必定是两个都信主 并且知道 建立 生命 建立婚姻很重要 我跟我的太太 我是尽力去建立的 她是神给我的礼物 但我 极度地欣赏她 我常常对她说 令她舒服的话 常常建立她 她也常常对我好的话 常常互相建立 尽量去 我聆听她 关心她 我所做的都令她开心 我不要有一次 令她不开心 这样我就去珍惜 我的生命 珍惜我的婚姻 但我告诉你 大部分人不是这样 大部分的男性 就是基督徒也是这样 最求到这个 到这个女性 至少与她有性关系 有了性关系 就没有关系 所以我希望你们知道 但是追求恋爱 不会解决你的生命 很快 就很多失望 很多痛苦 你就发觉 对方对你没有兴趣 很多女性就 抓住她的男朋友 但男朋友没有兴趣 为什么不找我 为什么不找我 但这个男性 已经没有兴趣了 这个她以为有恋爱 就解决她所有的问题 但其实 带来很大的痛苦 也破坏她的生命 如果她与她有性关系 怀孕了 麻烦更大 是不是啊 所以我希望你们都 看重神的计划 你爱神的话 神为你预备最好的 如果为你预备结婚 你就尽力去珍惜 如果不是神为你预备的 单身也很好 你能够相信吗 单身可以专心 侍奉神很自由 你真的爱主 神想你有配偶 祂会为你预备 这个我刚才是讲到 这个圣灵充满 怎样保持圣灵充满 你回到14点 14点 如何保持圣灵充满 请你看我 不要看后面 14点 第一 悔改离罪 刚才我是讲到 不要以为有男朋友 女朋友就会解决你的问题 知道 正重神最重要 任何的罪必有破坏性 神有奇妙计划 所以我这个动力是什么呢 神有奇妙计划 我跟重神必定盲福 所以我继续跟重神 什么罪我都不要犯 这个就是我的动力 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 清理你里面所有的负面思想 所有的负面情绪 第二 读圣经 爱圣经 相信圣经 应用圣经 尊重圣经 就是圣经有很多神的应许 圣经有很多宝贵的应许 你抓住这些应许 跟着去做 你一生蒙福 是不是 你一生爱神 你必定蒙福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这个就是动力 神这么看中我们 这个暗点推动 神这么看中我们 为我们预备 奇妙的计划 但我们亲近神 尊重神 祂就很喜悦 祂就为我们开路 预备最美好的道路 最美好的预备 按次能力 都会临到我们身上 这个好不好 所以抓住圣经 第三 信心 祷告的时候 信心什么意思 有些人以为信心 我要信 信 不是这样 神必定想充满我的 我放心 我信任神 神必定想充满我的 神必定想充满我的 一边祷告 你看我 马上圣灵的来 在我身上 这个 这个就是你 相信 神真的很喜悦 我们亲近祂的 神真的很喜悦 我们的 我们亲近祂 祂必定很开心的 哈 雷路亚 哈哈 这个信心的祷告 这是相信 神是可靠的 神是可信的 神是最美善的 祂每一样作为 都是最美善 这个恩典推动 我们信 信靠神 第四 尽量用长时间 用心灵和 诚实敬拜 不但去用头脑 去整个心灵 心灵包括什么呢 思想 依据 感情和 灵 跟我说一次 思想 依据 感情和 灵 魂包括思想 依据 感情 这是整个思想 认同神是最美好的 神是不是最美好 神做每一样都最美好的 所有的食物 水 环境 人没有破坏之前 非常美好 我们的身体 圣灵的感动 是不是都是很美好 所以 我的思想就说 神是最美好 走神的路最好 在祷告的时候 完全地相信神的美善 但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们的思想是什么 固执 坚持 他们以往 所相信的 这个是固执 这个 是思想 有些人是 灵性不开放 但是思想 但这个思想是固执 我们不是固执 而是说 神是这么美善 所以我相信 神是最美好 跟从神最好 这个是 思想 认同神是最好 我告诉你 我的思想 很 认同神是最好 是我最求的 第二 意志 我决定要 跟从神到永远 我告诉你 我侍奉到几时了 有人问我 你要不要退休 因为我的同学们 都退休了 如果你不知道 我的年龄的 请你猜一猜 我有多大 大声说 大声说 六十 还有没有谁 想猜一猜 七十岁 还有没有 六十岁 我是七十二 快要七十三了 快要七十三了 但神给我力量 给我声音 有人跟我谈电话 你的声音很年轻啊 这个就是 神的同在的祝福 我要习奉到几时了 一百二十岁 当我死的一分钟 有人讲我 我还会说 耶稣祝福你 如果我能够 说话的话 当我死的一分钟 我还是想祝福人 这是说 这个是最好的路 我永远不会说 哎呀 为什么 我世风多年 我还有病啊 哎呀 为什么 我不会这样说的 我会这样说 神这么善待我 但我最后一分钟 我还是可以祝福人 这个就是意志 当你要睡的最后一分钟 不是死的最后一分钟 当你睡的最后一分钟 不是死的最后一分钟 死之前 死之前最后一分钟 他的意思就是说 睡 两个方法都没有错 好的 第三感情 我想问你 你跟你家中的狗猫 有没有感情啊 有 家中有没有狗啊 现在都夹狗啊 有 有感情就好了 肯定也夹狗 动物也有感情是不是 你的好朋友 有没有感情啊 有 那你与神的感情怎么样呢 你的感情是 人的感情这么强 是不是与神的感情 应该是非常非常强了 是不是 应该 是的 但是不是每个人的感情都是这么强啊 没有 这是好像觉得神是排行 很多人将神排行第五十 钱啊 家人啊 物质啊 所有地义 然后 甚至很多人将 避养排行第五十 避养排行第五十 因为他们是看中 避养 不是看中神 你明白这一点吗 可以看中避养 这是他的成就 不是看中神自己 我希望你们都学习 喜欢神 我告诉你 我很喜欢神 我 我 任何时间 我都尽量去 喜悦神 这是一边讲道 我一边讲道 一边想着神的 哈利路亚 所以我一边里面就涌流出 圣灵的工作 有些时候 你看我去洗手间 我就一边哼 是个哈利路亚 我就去尝尝这个状态 因为我的心里面 觉得没有人像神的 没有人 他是极度美好 当你整天这样喜悦神 已经是最美好的祷告 是以神为乐 就是说神是这么美好 他是我的喜乐 以热和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 赐给你 然后灵 很难形容 这是整个里面 凡在我里面的 都称颂他的名 诗篇103篇第一节 凡在我里面的 我的思想 依据感情和我的灵 哈利路亚 整个灵 你就发觉 有力量 有喜乐 你会感受到 神的力量 这个就是保持 圣灵最重要的一点 用长时间 整天尽量长的时间 去爱慕神 这样的话 神的同在就 加强在你身上 然后第五 赐从神 尤其是大使命 传福音 建立灵命 为什么呢 圣灵充满 是为了侍奉神 圣灵充满 不是为了享受 当然我们可以享受 有没有听过人去 跑聚会啊 可能在你的地方 可能不常见 有没有听过 有些人很想 有什么聚会 就马上去了 追求什么经历 有没有听过 有 特别是什么 护照会啊 或者是说 香港来的 或者哪里来的 什么时候 有的 是的 是的 就是说他们 经历又想追求 又想追求 都总是追求 就好像经历 是为了经历 经历为了享受 见到仙剧 就很想仙剧 为他说什么 仙剧性的话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 很想先去说什么了 今年你要结婚了 你要赚钱了 今年你要凡事顺利了 他们最想听到这些话 但如果先去说 神现在要兴起你 你放下所有跟从神了 有些人听到就不喜欢了 他最想的是 很多人追求 去经历 这句话就很舒服啊 或者是 有先去对他说一些 安慰性的话 但我们追求的应该是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是我们传福音 建立人的灵命 建立教会 建立更多人 预备耶稣回来 耶稣快要回来 有没有留意到 现在的天气 变得很严重啊 这些洪水都很严重 越来越严重 他们说是百年一遇 但好像每年都有 是不是 每年几遇 是不是 但他们还是说 百年一遇 其实每年都有 而且很多国家都可能有打仗 末后的日子快到 所以我们需要预备好自己 我们就说 神啊 使用我 很重要 相信一点 神喜悦你 你凡事不用担心 因为神必定保护你 必定加力量给你 必定使用你 所以我们不需要 担心 我侍奉神 有些人说 我不敢侍奉神 侍奉神就很 很贫穷啊 没有钱啊 你看看传道人都很贫穷啊 但神会为你预备的 你听神的话 神会为你预备 所以圣灵充满很重要 目的 尊重神 尤其是大使命 你要处理生命 如果你整天担心 忧虑烦恼 你不能被圣灵充满 所有烦恼都不值得抓住 所有烦恼 就是人骂你的话 停留在空气多久啊 人骂你没有用 这句话停留在空气多久啊 一秒钟都不够 是不是 但很多人就抓住这句话 他骂我没有用啊 他骂我啊 他不喜欢我啊 就抓住这句话 一生人都不开心 但其实 罪人说的话 不要放在心上 这是基督徒 如果说的罪的话语 不好的话语 我也不需要抓住 他说的话 有没有权柄啊 没有 但很多人就是不服气 他骂我没有用 我不开心啊 我想问你 人骂你的时候 你能够马上放手吗 有人 有人摇头 我告诉你 我觉得 当然 谁意的骂你 其实他是有伤害性的 这个人的生命 是顺从他的罪心情 被魔鬼使用 所以他 你有没有认识一些人 总是骂人的 有没有 他总是骂人 就是说 他里面控制的是谁 魔鬼 是他的罪心情 他是魔鬼 这些人的话 值得去看中吗 你看中就被魔鬼控制了 是不是 所以有人 说不好的话 我马上就放手 但我发觉 很多人很难很难 他们会厌弃说 他怎么可能这样控告我 他怎么可能这样说我 我没有做 不服气 不服气 这是一口气 是不是 不服气 不要紧的 他骂我 不要紧 我不会受伤害 我就放手 这个处理生命 其实我告诉你 我常常处理人的问题 我发觉很多人 很难处理 但其实当你说 不要紧 人骂我 不要紧 我不会死掉的 我被他影响 反而我会越来越困难 越来越痛苦 是不是 如果我介意 人怎样说我 我越痛苦 我不介意 我反而喜乐 你要喜乐 还是要痛苦了 喜乐 你看痛苦的人 通常都是 介意人说的话 那你说 但怎么办呢 很难 首先 思想上改变 怎样思想 神看中我 神会保守我 这个人的话 出于他的罪性情 这个罪性情的话 不是神的话语 没有权柄 他说的负面话 我不是要放在心上 可能他被人伤害很多 所以他容易伤害我 很多人伤害人 是因为他被人骂很多 所以他容易骂人 我不是要被他影响 所以他的话 是带着负面的能力 是魔鬼的火箭 我不是要放在心上 我放下垃圾 我想着神 神必定祝福我 很重要 很重要 放在记忆里 神的恩典和人的恩典 神怎样对我们好 人怎样对我们好 常常放在记忆里 人的不好 自己的不好 不需要继续思想 这是处理了就可以了 是要处理的 如果你的老公跟你吵架 你是要处理的 但你处理的时候 不需要发怒 你发怒 就越痛苦 越吵架 但你平和地对他说 我有什么做错 请你告诉我了 有什么原因 你这么发怒 或者是你就是 为他按摩一下 他不开心 你抓住你的手 我知道你不开心 让我为你按摩一下 好不好 令他舒服一些 可能他的路继就离开了 因为你不放在心上 但如果你放在心上 你每天看到他就发怒 你对着他发怒 他有对你发怒 你每一天都不开心 这是选择不被他影响 这个思想 然后亲近神有平安 就放手了 这个是不是很难 不是很难 但人就是不愿意去做 觉得很委屈 觉得不公平 但你越不处理 越不公平 是不是 他骂你 你越不开心 就越不公平 你就永远不开心 所以求神帮助你 整天都说 垃圾我不要 思想 但很多人整天想 谁不好 不好 自己不好 这样的话 整天都在负面思想 我们尽量思想 圣面的神的恩典 神这样祝福我 神这样感动我 我就常常在 喜乐平安 轻松的状态 这样就更容易 被圣灵充满了 然后 第七点 圣灵充满的人 按手祷告 和多参加圣灵充满的 祷告会 会有帮助 但也需要自己保持 例如今天你们祷告 你会经历圣灵 是有帮助的 但你必定要保持 今天 圣灵的恩告 在你身上是强烈的 你们有些人 经历圣灵 是比以前强一些的 你有没有发觉 你跟你 你有没有发觉 比以前强一些的 这个保持 你们每个都是这样的 保持 你就能够 以后更容易 被圣灵充满 好了 这七点我再说一次 要被圣灵充满 这个是长期的工作 有些人以为 在聚会中 被安守 倒下来 就是圣灵充满 这个不是 这个是经历圣灵 经历 就是经历一下 经历一下 不保持 就会停止的 必定要保持的 怎样保持呢 悔改 憎恨罪 离开罪 第一 第二 真的抓住 圣经 跟从圣经 因为圣经给我们 很多应许 第三 有信心 神很想充满我 神很想祝福我 然后尽量用 长时间 爱慕神 整个心灵 细想 意志 感情 和灵 爱慕神 你能够投入这样做 就更容易经历圣灵 我曾经告诉你 呼叫耶稣 从心灵呼叫 你就发觉里面 好像轻松了 马上 你现在 闭上眼睛 吸气 就做 想着耶稣 有没有发觉 这个力量加强 你是不是觉得 有喜乐 还是你看到我笑 所以笑 你就笑了 是不是 你过来 过来 放下你的东西 有没有谁觉得 喜乐的 有没有 有出来 放松 呼叫耶稣 继续放松 投入 不要介意 不要介意 有谁觉得 喜乐的 出来 继续保持 保持这个喜乐 Hallelujah 闭上眼睛 你们站起来 有喜乐的 有喜乐的 出来 放在肚子 呼叫出来 你将你的手 你将你的手 放在心口和肚子 呼叫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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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许这个喜乐永流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你的心灵开放 你出来 让神的感动充满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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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他的灵 释放他的灵 完整的释放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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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重荡释放出来 让重荡释放出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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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感受怎么样 很集中 你这个喜乐永灵 我告诉你 我在那个聚会喜乐永灵 我就继续的永灵 我在回家的路上是这样的 我不笑出来 不笑出来 里面在笑 你现在经历什么样 我就很想笑 很想笑 这个就是喜乐 不要停止 要保持 这个就是喜乐在你的里面 喜乐永流 不叫出来 不要介意 放手 要喜乐永流 让这个喜乐永流 让这个喜乐永流出来 哈利路亚 呼叫出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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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可以控制的 当然是可以控制的 但这个必定要保持 你尽量今天更多的 一边听到 我告诉你 当你知道神很想充满你 所以你就去放松 你放松 你放下转单子 喜乐就可以来的 你想着要说放松 喜乐就可以来 我希望你们渴慕 就带着能力 去侍奉神 你心里 你心里非常空 我现在 先讲完 你们可以坐下来 因为我不要停止 这个圣灵的工作 看着我 我们有圣灵充满 就可以用这个 圣灵充满布道法 圣灵充满可以 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